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日行千里已经不是个梦想 从前就有不少居民朋友认为 既然中国已经有如此牛叉的高铁 那还要死贵死贵的战略运输机干嘛 还有什么运力比高铁还要强大的 但要知道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软肋 高铁的运力的确很强大 平时半天横跨数千公里 运送几十万兵力也绝不是吹 可在战时 倘若别人把你的铁路网跟电网切断了怎么办 别说下车换驴滴啦 连高铁那车门靠你自己都打不开 高速铁路作为一种快速地面交通运输手段 用于军事部署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不过解放军也好 外军也罢 高铁运兵这件事大多处于浅尝折纸的状态 原因也其实很简单 高铁运兵虽然速度快 但其缺陷也十分明显 高铁只能运输轻装步兵 无法运载各类车辆等重装备 也无法运输大舰的后勤自重 这种兵马以动 粮草未行的运输方式 给大规模兵力调动带来的麻烦 甚至比优势还要多 再说了 高铁的速度也自然比不上飞机 最重要的是 飞机可以跨境运输 高铁就难做到这一点了 大型运输机的续航速度 一般是路上运输速度的15倍 海上运输速度的25倍 所以小冰冰也得承认 遇上急事 打个飞低还是最快的 相对而言 奉行全球部署 全球到达 全球打击战略的美军 对于如何能够迅速而高效的 远程投送兵力 则有着自己的深刻的理解 和丰富的经验 往往这种经验 是靠真实的战场实践 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那可不是键盘侠慢的纸上弹兵 在海陆空三位一体的输送方式中 空运是体现美国战争机器 作战能力最直接 也是最有效力的组成部分 美国得益于拥有庞大的 战略及战术运输机机群 其空运能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1991年和2003年的 两次伊拉克战争中 美军多次证明了 其强悍无比的远程兵力投送能力 并预举确立了战略空运 作为美军海外作战的支柱地位 海湾战争中 美军的军用运输机和临时征用的民用运输机 来回飞行了上万架次 共享海湾地区运送了50多万吨的战略物资 以及近60万名美军官兵 尽管现代化战争 基本上是以信息化为主 但是对于战略物资 及兵员的消耗依然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 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向前线投送更多的资源 谁就抢占了先机 傻大木就是到死也得承认 恐怕战争还是没有正式打响 它就已经输了 美军的战略空运投送部队 是仅次于空中远征部队 到达事发地区的美军部队 下属两个航空队 除装备著名的C130战术运输机 C5银河战略运输机等机型外 近20余年来 用于替代C141的C17环球霸王运输机 也备受世界主步 与美国空军具备优异的 短距战术起降性能的C130 和强大的战略空运能力的C5不同的是 C17环球霸王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兼具了战略与战术运输机的双重属性 它可以从2320米长的跑道起飞 然后在915米长的简易跑道上着陆 甚至是在没有任何设施的砂石跑道上起降 别看它的块头没有C5大 但内部的空间却一点不比C5小 不但可以并列装下6辆军用卡车 就是重达60多吨的M1A2坦克也不在华夏 不仅美军最终装备了180架C17环球霸王 另外还有50架分别销网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印度 以及卡塔尔等国 美国人用实实在在的产量与销量说明 倘若一支大国空军没有足够数量 且实用可靠的战略运输机 那实力真的是差了一大截 曾有多少年美军都是值得我们解放军 研究与借鉴的老师 也是我们羡慕与超越的对象 比起人家数百架的大集群 动辄几万架次的大规模空运 我们终究不能仅靠着引进的那几架 一二七六冲门面 尤其是像08年汶川那样的大灾大难之后 这更是一种无法释怀的痛 环球霸王们 只有他们的称雄世界之路 但自打运二零运输机正是服役以来 我们的大胖鸟昆蓬也开始书写着他的空中传奇 有人说他们长得很像 有人说他们的定位很类似 但其实咱们自己最清楚 我们是在看着鹰匠摸石头从前头过 然后再摸着鹰匠裹河 小冰冰倒还是想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告诉了咱 啥叫战略空军 以上呢就是本期每日点评的全部内容 大家是不是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呢 还是来关注我们每日点评的公众号吧 点评君不能说的 不敢讲的 不知道的 通通在这里都有 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小姐姐 还能添加小姐姐的微信看撕照